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 在观众心目中 她俨然已是林黛玉的化身 但令人惋惜的是 陈小旭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 七晚哀怨的《藏花银》中 去追忆她吧 农历盲仲节是民间计划送神的日子 宝玉和姐妹们在园中嬉戏 却不见待遇的身影 沿着落荫缤纷的小路 宝玉发现原来林妹妹在寒泪独自葬花 花银花飞飞满天 共相相断流失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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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四团季飞转秦流传心 青春可笑花蓮 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荡霜剑年香滴 明媒显夜能及时 一朝飘阔难寻明明 我看一见我看一见 几千重生残荒人 一花竹吐色泪 洒上空之间血液 温冬邪香生爽一米 水花飞到天津湖 天青春可笑流香香 天青春可笑流香香 满足激难寿原谷 一袍净土剑口凉 只奔皆奔 幻皆去 强烈无法先去空 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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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盘春藏 花剑落 便是红颜老死谁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爱情是世间永恒不变的主题 《红楼梦》中 曹雪芹就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 作为贯穿作品始终的线索 然而在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贾府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下 诗词歌赋成为宝玉和黛玉寄托相思相恋的另一种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 齐律曲 七律 唐裔三织就是这样一首以诗言情的黛玉的内心独白 惨遭父亲毒打的宝玉在自己疗伤的同时还挂念着黛玉 派人送来上好的补品 让黛玉惊喜之余 深受感动 泪眼婆娑中 她独坐灯下 将愁绪凝聚彼端 借诗词表达对宝玉的爱恋 暗洒险风却为谁 诗诗教肖 不及颜色 叫人颜的 不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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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竹竹骨鱼 枝头山 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情千丑